开关电源的310V到底在哪里 大家好,这里是每一灯课堂 如何快速测试310V 我们关键要找到它的测试点 这个测试点实际上就在这个开关变压器的 初截闹阻的输入端 也就是这个输入端 这个点它直接连接在 这个阻力波电源器的正截端 正截端就是我们的310V 好,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如何测试开关电源的310V 首先我们要借助一个维修神器管家婆 有了它我们就安全不会烧家里的保险丝 也不会二次结穿开关变压器里面的晶体管 以及结层电路 好,我们首先通电 首先通电 直接插上插头 那么我们这个开关电路板上就有电了 那么这个310V在哪里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这个开关变压器初截闹阻的输入端 那么我们找到它的输入端 也就是这一个极性的输入端 好,这里 那么我们就是测这一点 到乐地之间的电压值 我们把关联表打到直流电压档 主要是直流电压档 而不是交流 因为这里的310V它是直流DC 直流DC 就是这个档位 打到1000V来就可以了 黑表皮 接地 就是滤波电容器的负极 红表皮 接 这个正极 我们看 红表皮实际上接的就是 开关变压器的输入端 此时我们来看它的电压值 312V 相当尽重 这就是310V的电压 这个电压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判断 之前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后面也没有短路故障 你会测试了吗 点击关注每一灯 精彩视频不断 好 我们下期再见 给我们下期待 再看